好 另外我們還要來討論一個話題 就是說您在照片當中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在各地 還是有很多民眾不斷的大排長龍 每天都會去藥局報到 希望能夠買得到這個快篩試劑 好 當然現在試劑是一技難求 不過我們說到了 其實如果我們台灣的有幫有難的話 禁令輸救本來就是很正常 但是現在被大家發現說 是不是在今年1月份 整個台灣的疫情 還沒有這麼嚴重的時候 外交部編列了一千五百萬元的預算 就要來採購快篩試劑 因此現在外界也在討論這個話題說 如今來看看台灣 我們的快篩試劑都不夠用 為什麼外交部 當時會有這樣的做法呢 外交部特別澄清了 主要是在今年1月份 國內的疫情還沒有蔓延之前 就來採購快篩試劑 當時我國因為硬邀出席 宏都拉斯的新任總統 卡斯楚的就職典禮 因此隨同副總統賴清德特使團 專機運送到了宏都拉斯 捐贈的防疫物資 好 不過現在看看 我們的快篩試劑都不夠了 怎麼當時在這個時候 外交部會做出帳的決定 因此現在引發外界的批評了 這回是國立台灣大學的 中國文學研究所的博士林寶淳 他提到了 台灣的超前部數 竟然剛好在這個環節疏忽了 以至於目前的確診人數 光是一天都已經突破了五萬人 但是快篩試劑卻其缺無比 一技難求 超前部數 現在想一想真的蠻諷刺的 因為竟然是超前 到了別的國家去部數了 顯然台灣人民的健康還有性命 難道遠遠不及外國人民 來的珍貴嗎 當然這個消息一出之後 立刻在PTT上頭 這個網友是一面倒的痛罵 有人說超前部數還送給別人 另外還有來看到很多人都說 超前部數真的是政府偽災 還有看到很多人都用不太好聽的字眼 來批評政府 另外一個話題 我們要來看到 其實這幾天也是引發滿多討論聲浪的 就是其實民眾到了藥局前 去排隊想要購買快篩試劑 沒有想到這一回在這個臉書 Mr.科學先生他也特別質疑了 他說大家不是日前去排伊蘭拉麵 要花60個小時 中華電信499的這個方案的時候 你可以花一下午都在排隊 可以忍受在烈日底下排蛋黃酥 難道現在你大家不能夠忍受排個隊伍 來買快篩試劑嗎 當然這種畫面還有這種PO文一出來之後 在網路上也是讓民眾給罵翻了 說你怎麼會用這種情形來做類比呢 當然現在整個疫情延燒 確診還有重症人數居高不下 防疫工作也快要壓垮第一線的醫護人員了 在昨天有五大醫會工會代表 就到了指揮中心前抗疫 因為現在已經演變成為一個護理師 他們算一算要照顧20個患者 甚至還有人說現在醫護的護病比 是一比無限大 過去台灣嚴峻的醫護血汗問題 如今看起來真的是更加的雪上加霜 因此醫護痛批陳時中 要他們咬牙撐過去 但是牙齒都已經咬斷好幾次了 到底大家還要咬到什麼時候 吳大醫護工會代表聚集指揮中心前抗疫 因為疫情衝擊醫療量能 壓得醫護快喘不過氣 請問這樣的高護病理 是要讓我們護理人員做到死嗎 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下班呢 工會怒轟指揮中心罔顧基層困境 下令專責病房病戶比 從原本的1比5膨脹倍數 一名護理師必須照顧10到20個確診者 是叫我們咬牙撐過去 我們的牙已經被咬斷不到好幾次了 還要咬到什麼時候 拜託陳時中 拜託指揮中心 好好的來看一下我們基層第一線聲音 甚至有急診護理師認為確診就是解脫 由於醫院爆量工作 手上的病人名單一直出來 手腳8小時完全不能停 沒喝水夜 沒吃飯 部長不斷的一直講幹話 我們是非常非常 基層非常非常的憤怒 在這樣的情況叫人家要再撐一下 是怎麼撐得下去 大家已經撐了兩年多了 這最後一戰 大家把它撐過去 布置醫護火大急診腮爆 民眾就醫困難怒嗆陳時中 本土確診數變多 十號標迫五萬例 疫情亂象多不勝數 引發民怨沸騰 記者張昭鵬 陳嘉倫 台北採訪不到 快篩世紀功不應求 國外的親朋好友 如果想要把這個篩計寄回台灣的話 現在還必須要繳兩千塊錢的申請費用 結果引發了抨擊 指揮中信已經說了 最快在本週就會放寬海外購買家用 快篩世紀的條件 兩千塊錢的行政規費 也渴望能夠取消 國內的確診人數 在昨天單日突破了五萬關卡 當然絕大部分的人 現在都在做居家照護 但是您知道嗎 如果想要申請公費的清官一號 真的是難如登天 現在幾乎只能夠自費三千多塊錢 向中醫診所來購買水煎劑 就是所謂的類清官一號 因此中醫師工會全聯會主委陳曹中表示 這幾天清官一號大缺貨 清皇不接 中醫藥司正在討論 把類清官一號也能夠納入公費給付 還要來看到的是香港 香港已經連續四天 新增確診數不到300例 甚至有專家形容說 第五波疫情已經過了 不過現在又傳出另外一起 同時斷在餐廳的17名客人確診 初步相信是餐廳中間的位置 空氣不流通而造成的傳播 當然現在也在調查 是否有所謂的超級傳播者 元朗這家餐廳傳出二十人感染群組 餐廳經過清潔消毒後 如常開門營業 不過可以看到客人比較少 部分人則選擇外帶只在門外買點新擠便當 17名客人5月1號早上在這餐廳已經早查後確診 他們都是坐餐廳中央位置 隨後有兩名家人也確診 而餐廳一名廚師8號確診 但不排除他是別的途徑感染 暫時都沒有一些證據說有些環境的因素 有專家指因為餐廳客人都已接種疫苗 有可能無症狀但卻是超級傳播者 現在距離5月1號已經多天 再檢測可能都已是陰性 已經很難再追查 接種疫苗是最有效保護 港大醫學院教授孔凡義更建議 應該要在冬季來臨前打第四機 他又認為如果九成人打了第三機 旅客入境香港可以不用再隔離 以上是駐香港記者李靜華的報導 國內採購輝瑞兒童疫苗的部分 原本預計是在昨天要從德國法蘭克福上機了 在5月12號這一天會遇到台灣 不過指揮官陳時中下午在疫情記者會上頭表示 本來第一批的兒童計型的疫苗要搭上飛機 但是在半夜十分接獲了輝瑞公司通知 資訊系統出了問題 等到疫苗正式上機之後 會再來跟民眾報告 教育部從5月8號零時零點鐘開始 實施停課的新制度 改成以確診者為匡列的核心 但是校園本土疫情大爆發 因為在昨天新增了6000多例的病例 家長現在很難以放心 因此乾脆自主幫子女請防疫假躲病毒 也有國中老師發現只要班上有學生確診 基本上全班都會自主請防疫假 教室根本就是鬧空城 如果這個教育部再不主動改成遠距教學的話 那麼在校園不久之後也將會形同出現類三級 不過這個教育部這回突然宣布要更改停課的標準 很多的學校其實也都是緊急復課 讓措手不及的家長氣得大罵 尤其是教育部這回提出了以班級座位的九宮格 匡列決定停課 也讓家長立刻灌爆了教育部的臉書 新北市市長侯友以他炮轟 中央的規定不切實際 更扯的是教育部針對國高中停課 實施九宮格匡列法 家長炸鍋灌爆教育部臉書 因為學生在學校四處走動 你框個九宮格 家長痛罵搞什麼 玩圈圈叉叉叉 你當孩子是木頭人還是中蘿蔔 都不會動你 沒良心的政府 新北市長也炮轟 中央的規定不切實際 這樣的匡列法家長怕爆 雲林更有1100名學生乾脆請假 中央做決定不接地氣 神邏輯讓地方超難執行 也搞得家長一肚子氣 記者010佩潔台北採訪報導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這個水神的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那再來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 好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